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第三场的首发歌手 他就是 杨帆 帆哥好 没拿呀 对 穿得跟杨帆一样 各位朋友老师好 杨帆在上一季 是我们叫夏日嗨唱季 是的 也是首发歌手 对不对 而且之前呢 无论是来参加我们节目 还是在我们这个歌王 争霸赛的时候 我都讲过好多次了 我说杨帆过去呢 经历过坎坷 是属于越摘越舞台上 苦尽甘来的代表 是 因为上次来参加节目 让我感觉到你最大的变化 就是人变得更加的阳光了 开朗 幸福 而且太太 孩子还登台了 对吧 是 是 对 听说您和爱人 也是在校园的时候认识的 对 那个时候因为 我自己的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是一些零黄情 也不敢去买零食 然后我老婆 现在可以称我老婆 她就偷偷地攒下一些零花钱 然后呢 去给我买零食 对我非常的照顾 太好了 对 又到吃这个话题 我们现场讨讨论的气氛就热烈了 是的 那种零食都买什么呢 大大泡泡糖啊 辣条啊 还有猴王丹啊 各种 他那时候就有辣条了 所以呢 今天也给大家了 带来了我们小时候 大家都吃过的零食 然后呢 第一个给你鼓掌的就是李白可 分享给大家 肯定 大家肯定也会想起你们的回忆 吃之前咱们得先看看啊 有没有比较熟悉的 这个是虾仔面 这个有点相当于我们上学那时候叫什么 干脆面 干脆面 对对 小薄小薄 大大泡泡糖 这个但是熟悉的 现在包装都这么大了 我们这小时候时候就 一个 一个红的黄的 对 那纸 薄杆的那种 草莓味的 腸味的 还有什么 最经典的应该是 排名第一的吧 辣条 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辣条 我们小时候只见过粉条 对 我们哪见过辣条啊 来来来 拿给姐姐们 好 这有一个最需要零食的 你们喜欢什么呀 对 自己挑 来 无花锅 来来来 差不多行啦 谢谢 还有人家这边 杨范啊 你拿给姐姐 对你的分数没有帮助 对应该先给皮肤老师 我皮肤老师也拿一点 老师那个拉条对皮肤不太好 听出来了 胖胖来给胖子拿回去 哎呀你这么着急去录 行了你回去吧你 去吧去吧 他说直接回来了 快点回来 我们那时候放学之后 在门口如果能卖的话 有卖卖唐锡 那时候二分前能有一大坨唐锡 是庙会上看到的什么捏个猴啊捏个龙啊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直接拿两个棍儿 拿两个棍儿吧 然后就是把它一直搅着那个变成了白色的那种 对对对对最多的是爆米花 以上那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做泡泡糖 拿面粉 然后抓 抓出来以后那个面筋 然后挤上一点牙膏 跟那个面筋一祸搁在嘴里嚼 就是那种泡泡糖那种清香 关键能吹出泡来吗 吹不出泡来 但是就是过过瘾嘛 凉馊的 然后在嘴里一直有东西嚼着吃 不是我小时候你知道你想象不到 就一般的小女孩人家攒那个零用钱 买棒棒糖 买什么吃的买饼干 我没有我就是攒一个新的钱 我去买那个猪蹄 然后就坐在那个车上包开了 我从小就爱吃肉 我那时候就是春游的时候 别小朋友带特别漂亮的什么盒饭 我没有 我这搜到那儿装一个大肘子吧 你们想象有一根冰棍 然后一群同学在吃的经历吗 好像是 买一根冰棍 你说了两口 他说了两口 他一根冰棍 停不下下去了 他想起来觉得好恶心 不是 咱们那时候还有这个小人血肛 你知道 都先吃哪个眼睛 怎么吃帽子 吃耳朵 那个血人 对对 特别好吃 你说那时候也不担心发胖 你知道哈 那会年轻啊 提到吃好像女生是更感兴趣的 对对对 作为我们男生 其实我们的学生时代 我们的童年还有另外一份快乐 就是打游戏机了 游戏机 所有的孩子成长 那个当年 这个游戏机 就是在90年代之后 对 犹如洪水猛兽一般 我们玩的是那个大的机台 是在店里面的大的机台 那个叫街机 电游戏厅里的 叫街机 全黄 全黄 对对对 这个就是稍后 稍往后一点了 全黄 对 再早是街头霸王 那个时候家长最担心的就是 孩子放学时候不回家 是的 不做作业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家长 就是悄悄地来到学校附近 跟踪自己家 忽忽地看 如果进了游戏厅 拽出来就是一顿揍 绝对就是回家混合双大了 对我妈一直跟我强调一点 说儿子你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 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网吧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互联网 是在我大学2000年高考结束之后 那个假期 突然在我们天陵有叫网吧的 然后第一次可以和外面的世界 连同当时好兴奋 而且这电脑里边有一个社交软件 好神奇 是个企鹅 我那个头像是QQ里边大胡子的那个 这个太可爱了 好想回念你回忆的感觉 我是那个六号 那个 我好像是那个四十一 四十一是这个 对 这个 挺像你 我是三十 江涛老师是三十 江涛老师是三十 到现在还用啥 女孩头像吗 我倒是分析 就现在的孩子户外运动太少了 因为电子产品太多了 对 以前像耿老师他们那个年代 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 所以男生都在外面玩 女生也在外面玩 我觉得那时候的更健康 那天我看到一漫画 七零后八零后的一个家长 把那个孩子拧着耳朵往家里蹲 然后又一漫画 对比九零后两千后的 是从家里往外面蹲 所以你看不同年代 不同的特点 所以通过刚才这段聊天 这个作为年轻爸爸的杨帆 我希望你有所感悟 现在小朋友迷恋手机游戏 还是因为外面的世界 不够吸引他 这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所在 你把他带到外面 会有更有趣的户外运动 户外的活动去吸引他 他自然告别手机 所以不用恐惧手机 就像当年我们的家长 不用恐惧电子游戏一样 那以后都有一个职业叫电竞了 对 都有一个职业叫电竞了 那时候的家长怎么会想到 你的孩子玩游戏 将来也能玩得很有出息呢 是吧 是的 所以记住以上几点就可以了 对 好 不管怎么样 谢谢杨帆今天作为首发歌手 给我们带回到快乐的平年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回忆歌曲是 带来了一首《怀念青春》 掌声有请 那时的我们拥有 没有污染过的清晨 滴滴答答答的秒针 滴答答答的秒针 全留不住一个黄昏 曾经的爱很简单 不需要费力的眼神 切手走过无人山岛 像时间再满几分 怀念了我们的青春 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 爱情怎样心中那片土地 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 怀念了我们的青春啊 留下的脚衣品尽一幅画 最美的空间是你的笑容 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快点让我们的青春啊 留下的脚衣品尽一幅画 最美的空间是你的笑容 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优优独播剧场